大家好 wen你好我是陳麗亭 歡迎來到五 congestion stay 一起來觀 충天氣 先來看到颱風的最新動態了 今年第六號颱風 vaigięcy 卡弩目前是位在台灣的東方海面上 接下來會往北北溪轉西北的方向來前進 由於受到太平洋高壓導引氣流的影響 隨著高壓東退 整個颱風就會大角度的北轉 那目前它是持續的朝著台灣的東北方海面來接近當中 強度也是略微增強 預計3號4號是距離台灣最接近的時間點 而走到這個時候呢 颱風大約會來到中台上限的強度等級 而中央氣象局預計今天晚上 最快就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了 至於陸上颱風警報的話 則是要看整個颱風的位置 還有它偏移的角度來看 還不能排除可能性 但目前需要再多加觀察 而雖然颱風目前呢 距離台灣是還有一個距離的 但是呢 它的外圍環流已經為北部地區是帶來了明顯的水氣 因此今天北部整天可能都會有短暫的雨勢出現 而中南部地區的山區呢 則也會有短暫的雨勢 而接上來從2號到4號呢 每一天的水氣都會越來越增多 整個降雨範圍也會逐漸的來擴大 我們先來看到呢 2號這個明顯 北部地區的降雨範圍都有擴大了 中南部地區也是會從山區擴展到平地 都有很高的降雨機率 而到了3號跟4號 所以這颱風越加接近的關係呢 整個雨勢可能會來到大雨甚至是大雨以上的等級 而溫度方面 各地高溫平均也是落在32到33度左右 特別要注意的是 花東地區因為西南風被風沉降的關係 有可能會有焚風出現 接下來我們透過圖卡一塊來關心今天各地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先來看到北部地區基隆29到31度 台北新北29到32度之間 桃園30到32度 新竹苗栗29到32度 整天都可能會有不定時的短暫陣雨 中部地區台中30到33度 彰化29到32度 南投30到33度 雲林嘉玉落在28到33度之間 大多是多雲道晴 南部地區台南29到31度 高雄30到32度 屏東29到32度 大約是多雲道晴 大家留意山區會有下雨 東部地區宜蘭30到33度 花蓮29到31度 台東29到31度 也是多雲道晴的天氣形態 外島地區 廉江28到30度 金門29到32度 澎湖28到31度 接下來小地寧 再次帶大家了解到了 今天北部地區降雨機率都會偏高 另外沿海則是要留意 可能會有長浪出現 提醒大家盡量別往海邊來活動了 以上是為您整理的天氣資訊